吃饭了 老婆 最近其实我一直在查我们回国的机票 但是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消息 如果买正常的机票回国了 就将近六位数了 人民币 光路费我们就需要花10万左右 有点太夸张了 今年不回国可能明年会好一点 明年机票会好一点 不希望是 我不想要八岁还没回国 不想要八岁还没回国 周末了 我们刚参加了一个活动 然后这下在外面 天气特别特别的好 前段时间一直下雨 或者是非常的冷 今天出大太阳了 BB你今年开心过 开心 你喜欢今天的大太阳吗 喜欢 这是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医院 美丽的看法 这是你去过的地方 不知道网友有没有记得 这是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 张远恩出事了夜里 我们就是来这边 然后这是白天的样子 全世界 everywhere 医院的生意是最好的 看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 Roberta花了三十块钱 买了两个灯 我们这会儿准备拿一下 全新的台灯 原家要60 然后他买回家 他买回家 踩箱子 还没有弄出来 他就把他 对这个屋子的想法 改变了 改变了 改变想法了 然后就不要了 OK 到了 Rebecca这会儿去拿灯了 爸爸 Hey baby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 在半夜了 不是真的不能呼吸 是紧张 然后我的胶里面有很多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不能呼吸 可是我去医生的时候 我就已经 已经可以呼吸了 对 所以我就在看电视 我们的doctor很久很久 因为他在护士进来 进来他说 I'm sorry he's staying so long he's saving the light 就一个人 oh my goodness 你怎么那么久了 一年多了 你还记得非常清楚 每个细节 oh hopefully 你再也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可以吗 可以 那我们回家吃饭了 ok Bye hospital We hope on see you again 这个地方离我们家 几分钟的时间 还是很漂亮的是吧 天晴这边 天晴非常的漂亮 我们回家喽 Mommy so beautiful Mommy so beautiful 超好妈妈 我说Mommy did you know Mommy is always the best 一会儿从外面回来了 两天我们家吃烤肉 我还送了点牛肉 我准备今天给他炒一下 然后再炒一个上海青 我再看看还有啥 再炒一个番茄鸡蛋 最近鸡蛋变便便宜了 这么大一盒4块多 以前都是7块多 不知道他算错了还怎么回事 我这一个西兰花买的3块7毛多 20多块钱人民币 就那么一点点 今天准备吃一个牛肉西兰花 好了 这会儿开始忙活起来喽 很快就吃饭了 因为这个肉是现成的 牛肉西兰花 西兰花需要洗干净 要不然有的时候里边有沙子 有的人建议我说 你炒西兰花的时候 你先洗的时候加盐 泡10分钟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里边有虫子 Croger的这个番茄卖的很便宜 这才不到一块钱一磅 菜准备好了 炒一个上海青 一个西兰花 番茄炒蛋 然后牛肉 这还有点猪肉 有点虾 我就一块给它炒了算了 一部分摻点辣椒 一部分摻点西兰花 孩子们在院里玩呢 因为天气非常的好今天 季节交替的时候 我们草地上的虫子非常多 是那种类似于蚊子一样 但是比蚊子要大大多的虫子 不知道什么虫子 What's that? Thank you, Sari 这边挑一朵小话 好了 你们在外面玩 爸爸等一下很快就做好饭了 放油 这锅倒热挺快的 但是煮一点不好就是它比较粘锅 看这锅肉实在不实在 我给我两个灯换了一下 就是bedside table吧 那一搞了有两个小台灯 结果最近我那边的有一个掉了 摔下来的坏了 看见了 你们觉得好看不好看 反正我是很喜欢的 我觉得两个一套 买了30 所以好开心 成的小床还在这儿 他还在配我们的这个物理水 我比较放心一点 老婆在做饭 看一下院子孩子在干什么 成 小小小小小 你干吗 你们玩得开心吗 我妈妈看看 妈妈看一下 它是猫的食物 它是猫的食物 你在收集它的食物是不是 这不是猫的食物 小BB在跳 BB好开心 蹦了很开心 Eddie,你看,它是太小了 你还能看到这个 好,我们快要去饭了,宝贝们 好了,西兰花炒肉 然后辣椒炒肉 可以 番茄鸡蛋 今天炒的番茄鸡蛋不太好 应该是好吃 等一下,还有一个 吃饭了 尝吧,尝去拿一个 在外面玩 看你玩的 我们吃饭了,宝贝 OK Let's go 妈妈,我不想你了 We need to eat 我们要给 Daddy No, Daddy hungry You're hungry 现在有程知道给爸爸讲了 讨价还价 Yeah No Let's go No You need to go Lessend to Daddy, please 妈妈,我不想你 But we have to eat Everybody need to eat 好了,吃饭 饿了 中午今天吃饭比较晚 我们一般周日中午不会在家做饭 都是在外面买点东西回来 是吧 那信元现在会打扮会爱美了 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项链 不是自己做的 他在上面买了一个猪链 在Craft section的 可以 有绳子 有珠子 自己串的 这叫自己做的 这是自己做的 这是自己做的 Hey baby Don't kill it What? Where? Bug? OK Let this bug be there for a while After finish your lunch I will get it for you OK No, don't kill it I won't kill it 我最喜欢的是去白米饭 我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吃白米饭 尤其是妈妈煮的白米饭 是不是 也是 妈妈在煮白米饭的专家 妈妈在忙着在给小橙橙剪她的食物 这是她喜欢 她最近很喜欢吃斑饭 剪得很碎是不是 对 然后她一口一口吃 她就觉得很香 怎么样 二位 这个菜怎么样 说话 牛肉好好嚼一下 她不知道谁是二位 一位 两位 两位 好吃吗 我们全家呀 只有周末才能坐在一起吃团圆饭 是不是 中午 对 他们都快上课 今天饭好吃 不过 这个鸡蛋配我好咸了 还有 尝一块牛肉 大块的牛肉 这牛肉很烂啊 很容易就会嚼水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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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不错 她不喜欢她不想用筷子 她不喜欢她不想用筷子 她改想法了 她改想法了 她又闪了 雅你怎么不吃西兰花呀 西兰花你不是喜欢吗 妈妈没给用 你自己刀一个 嗯 看你自己会刀吧 用用用用筷子 可以可以 你再用这一段时间练习筷子 你就可以用这种大人的筷子 我已经会了 我就想要用用用筷子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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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吃的 我的儿子等不及要下去玩了 现在要劈成 又长大了 又 又 又喜欢贪玩 去吧 来下去玩吧 吃的够多吧 吃的够多吧 吃的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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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自己饿 你再想用一粒一粒一粒吃 雅然在教薇薇怎么吃米呢 你看我有一个筷子 想要搞很多很多这样 对 就是这样吃薇薇 Try Yes You didn't get job 你再用一粒一粒 妈妈 你快点 给你的 你的 你一个 最好朋友的 小橙橙说她逮到了一个她的 最好的朋友的虫子 最好朋友的虫子 一梅梧梨 你放你 去放在你的 放在你的笼子里去 它 我看你怎么 我看你怎么吃辣椒 你想你可以吃吗 可以啊 尝尝 不嫌辣吗 其他的东西一起吃 你会哭 你会哭 尝一尝 你不是想尝吗 这个本来就怕辣椒 喝水 我吃了很久以前吃了 我还在吃 你尝一点 你这一点点辣 不是特别辣 甜一下 我真说的怕 怪怪怪 他就甜一下 辣的不行 我的天哪 你的脸变红了 像辣椒一样红 That's funny 每次我看的我喜欢的节目 Minja Kids 然后他们的朋友是大人 然后他吃了很辣很辣的 sauce 然后放他嘴里 再drink 然后他的脸都是dark red 真的变了 不是一点粉红色 是对个颜色一样 对对 那变红 变那么红是吗 对 那一万亿 那是很辣椒的 oh my goodness 老婆 最近其实我一直在查我们回国的机票 但是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消息 贵了 太贵了 Brasen 爸爸问你 你想回国吗 I want you to put it down 不记得中国了 那个月是三岁他去 他下一次在中国 只有我可以清楚的记得 对啊 今年不回国 可能明年会好一点 明明年机票会好一点 希望是 我不想要八岁还没回国 不想要八岁还没回国 哎呀 我们今年尽量看看 能不能姑姑或者奶奶来我们家 可以吗 姑姑现在正在办新的护照 然后看看他能不能签证 能签下来 签下来 他可以来我们家一段时间 都都只能是暑假过来 对吧 看看这一次他们能不能吧 而且暑假就我们可以往下来 因为他姑姑来 来 然后我们一直都在学校就不好 对啊 看看吧 尽量看看他们暑假 暑假机票非常贵 因为现在 刚open知道吗 大家都想着回去 回国或来美国 好了 我们吃完饭了 小诚诚这会刚睡 今天下午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 我们也希望以后的天气就这样保持住 看一下 太顺服了 等晨晨睡醒以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出去转转 小区里边走走 自从我们国内开放以后 真的是很想回国 已经快两年了 对吧 对 我们还有点担心我们的老二老三 就像老大说的 老二老三对中国的印象越来越少 但是我昨天我专门搜了一下机票 结果我有一点小小的失望 原因是我看了一个六月份飞到中国 八月份回来的机票 四十个小时 最差的一个机票要做四十个小时 就是转来转去 我还在等多少钱 的票价是一万四千多 将近一万五千多 一个人 一个人 对 人民币 人民币 Oh my God 就是平均下来 就是我输了两个大人三个孩子嘛 平均的票价是一万四千多 而且这四十个小时要转到其他的国家 你知道吧 转来转去 我们的孩子肯定受不了 很累的 好一点的航程的话 就是平均的票价是将近就是一万九千多一贵 所以说我们五个人 如果买正常的机票回国了 往返就将近六位数了 而且我们只是从我们这个城市飞到香港 还要从香港转 光路费我们就需要花十万左右 有点太夸张了 我分析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今年第一年嘛 疫情三年第一年开放 很多人都积累到这个时间点了 就想要回去 好久没有回去 所以可能第一年 疫情开放第一年 我感觉有点困难吧 因为我们的孩子上学了 我们也不可能平时回去 对啊 不好吧 我后来想想要不要带老大回去 但是也不行 我带老大 其他的孩子也觉得很不公平 对不对 那如果我找时间看看能不能今年一个人回去 两周到三周的时间 可以吗 可以啊 你想回家 对回家看看 你一个人回家不带孙子不带孩子回去 妈妈怎么说 那我们还继续关注一下机票 如果到时候机票稍微便宜一点 要在我们的可以负担的范围内 我们也会再争取回去 对吧 对 如果真的回不去 五个人不能一下子回去 那我们 我可能今年年底什么时候抽个时间 就回去一趟看看 可以啊 我只是逗了一下 我想一下 如果我们在中国 然后我一个人回家 我爸妈不欢迎 我不带孩子回来 我爸妈会说 你干嘛回来 你像我们之前在中国 我们每年九月份十月份回来的时候 来美国的时候 可能票价 可能四个人嘛 成成当时两岁一下就很便宜了 现在成成两岁以上基本上和成人差不多 可能也就是一万三到一万五人民币往返 现在哇塞一个人就一万五到一万两万之间了 对 就有点太夸张了 这个也没办法 很多影响很多事情 疫情影响 对不对 季节影响 对 我们之前一家屋口 从中国广州飞到美国 我们这个城市 才花了一万三千人民币 对比一下这个什么概念 所以哇塞 花六位数的机票回家 这是一个 对我们来说还是真的负担挺重的 所以我们也在看情况吧 终于知道很多华人 我们说来到美国以后 想回家 其实还是非常难的 各种因素吧 一有的人是工作的因素 对 二的确是机票各方面的因素 所以 哎呀 想到太简单了 关于这个回国的事情 能不能回国的事情 我们会继续给大家更新我们的消息 我是真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擦机票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吧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